介绍了等刺虫和土猪虫这两类 韩武技常见的游泳双半鳅类截肢动物 实际上,在上次介绍的两个类群中 只有部分等刺虫属于大富之类 而这一期将要介绍的林乔丽丑目 全员都是标准的大富之刚 而且,它们是韩武技所有大富之刚中 多样性最丰富的类群 在座的各位看观中 一定不缺乏从小就喜欢古生物的老粉 在一些二十几年前或者十几年前的 少儿古生物科普数据中 你们是否留意过 这样一个不怎么起眼的身影 一个规武长驱的 灰壳般的动物 缓缓爬过寒武器喧嚣的海床 和身边恐虾或枣骄之类的掠尸者相比 这个似乎连眼睛都没有的小动物 是那么的柔肉和渺小 而这,就是上个世纪林乔丽丛的经典复原 林乔丽丛鼠在1912年被建立 起初这些形态相对侧边的动物 被归入塞足缸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它们又被认为和一类三叶虫 尼欧列诺丛较为相似 随着二十世纪后半夜 越来越多保存精美的林乔丽丛化石被发现 化石清修技术的提高 缺界也最终意识到 寒武器生命大爆发之际 诞生了那些传心的器官和运动模式 在林乔丽丛身上一应俱全 它们是拥有复眼 扁平伪结 以及十四对双织形复制的游泳动物 1987年 侯仙光教授在城江生物群 也发现了林乔丽丛的化石 由于那个时候林乔丽丛属和史丛属的关系尚不明朗 承江出土的标本个体教授 形态接近史丛 侯仙光教授就将其暂时命名为 迷人史丛 史丛与典型的林乔丽丛的明显区别 主要在两处 史丛的头甲比较圆顿 而伟杰是所有林乔丽丛目中最宽的 承江生物群的这个物种 头甲和伟杰都是尖锐的 这一点与史丛存在显著区别 于是这个物种在1997年被更名为迷人林乔丽丛 一起为命名的 还有化石材料较为破碎的 亚洲林乔丽丛 承江生物群同样存在真正的史丛属 目前有两个种 斯式史丛和小微史丛 这些在旁人看来纠缠不清的关系 最终导致了一些科普书记中 史丛就是林乔丽丛的一个别称的物区 作为中国化石产量最大林乔丽丛科物种 迷人林乔丽丛的幼体化石 是学界研究的焦点 目前出土的最为年幼的林乔丽丛个体 只有两毫米 它仅拥有四对双织形复制 形态上与现存甲销动物的无节幼体 十分相似 这一发现一定程度上的说明了 大富之刚与甲销动物的起源存在联系 但林乔丽丛保存的生经系统隐横 又与后较为相似 所以垃圾桶就是这样练成的 8毫米长的迷人林乔丽丛与5厘米的成年形态 已经相差无几 只有其复制第五质节上的小尺引人注目 这种小尺存在于很多林乔丽丛成体的复制上 它们可能将鞭子一样的细长末端 当作触角赶制环境 大富之基部较为强壮的类似熬的结构 用来固定猎物 那些小尺则是为了防止猎物逃跑而进行的特化 但迷人林乔丽丛的成体 偏偏不具备这些小尺 它们可能在幼年阶段是掠尸者 到了成年之后就偏向于吃土的闲适生活 这也让它们成为很多捕食者的目标 例如复制正年的湾惠等次虫相似种 可能就与它们为食 这种罕见的小胖子也来自成江生物群 它叫肥胖林乔丽丛 它的形态和澳大利亚鹅苗湾叶岩 年代稍晚的大成线剑尾虫有相似之处 它们的头甲都很宽 其体积也都比较模糊 两者的主要区别与尾部的形态 肥胖林乔丽丛的尾部狭长 且有放射中的钢毛 它的大副枝也几乎是所有林乔丽丛里最细弱的 肥胖林乔丽丛 是目前为二出土了又年化石的林乔丽丛目物种 有趣的是 肥胖林乔丽丛 尾部上的钢毛会随着成长而变多 林乔丽丛目的扩张方式 接近于上一期介绍的等次虫与土着虫 我国贵州的凯里生物群 及美国的犹他州生物群 加拿大的布尔吉斯叶岩 出土了很多林乔丽丛化石 布尔吉斯叶岩的三个物种 由于命名年代较早 其尾间都是尖锐的 所以产生了一些疑点 例如至高林乔丽丛和明后林乔丽丛 可能是同一物种的两性异形 还有扑朔米利的阿克泰乌斯虫鼠的分类地位 这个鼠在上个世纪70年代自成一颗 由于目前仅有一个标本 这个科的有效性受到惠廷顿 布尔吉斯叶岩的科学家的严重怀疑 其大幅之编辑的基部末端悠爪 这一特征倒是和林乔丽丛科一致 所以现在更多的观点之时 将阿克泰乌斯虫归入林乔丽丛科 尽管布尔吉斯叶岩的林乔丽丛 普遍体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高速化 比如外之增长 身形更趋近于水滴形 但它们大多也只有三四厘米 这个大小即使在寒武纪 也难以攀登食物链上层 虽然林乔丽丛的大富之 多多少少具备一定的前置 构思猎物的能力 但受限于其细长的结构 大部分林乔丽丛 恐怕抓不住什么大猎物 但也存在例外 林乔丽丛科有一个鼠 就算放在所有寒武纪节之动物中 也算得上第一梯队的狠角色 库特纳海妖虫 明慧北美洲原著名 库特纳民族神话中的海妖亚乌尼克 这种强壮的林乔丽丛拥有很粗的大富之 大富之内侧布满力次 在力次之末还有尖锐的钩爪 钢窥一样的头甲和匕首一样的尾结 让这个物种的外观看起来压迫感十足 海妖虫将林乔丽丛科的大富之结构发挥到了极致 细长的边界用来探路 如果感知到了猎物 它还可以将大富之折衣体下 俯冲突袭猎物 海妖虫强壮的大富之 犹如插满钢筋的枷锁 猎物一旦被钳制住就无法逃脱 如果海妖虫能迅速避合大富之 一些柔软的猎物甚至会被夹断 库特纳海妖虫 犹如含武器海底一把活着的多功能瑞士军刀 它的体型也并不比瑞士军刀小 某度百科上说 林乔丽丛可以用它大富之延长末端鞭打猎物 这听起来很扯淡 然而当海妖虫这样朔撞了林乔丽丛 冲进当时的一些小型群居动物之中 像这样挥舞大富之 好像又确实可以将它们打乱 作为证据可靠的最大林乔丽丛 库特纳海妖虫可以长到12厘米 在布尔吉斯夜言 除了个别的巨型奇虾或者胡桃前虫 海妖虫几乎遇不到敌手 关于海妖虫 还有一个雾龙事件 林乔丽丛科的所有物种的躯干 都具有11个体节 但在海妖虫论文发表时说 它有12个体节 这一错误 最终被侯仙光教授确认并指证 然后侯仙光教授 又给海妖虫的每个身体部位做了翻译 结果属实令人暖心 林乔丽丛墓的命运和等次虫 土桌虫等邻居是相似的 《晚寒武记》一开始就爆发的 一些连灭绝事件 毁灭性并不比五次大灭绝弱 在布尔吉斯夜言以后 林乔丽丛墓 或大富之刚的化石记录戛然而止 我们甚至都难以脑补出 它们在营养颜紊乱的生死线上 是如何挣扎的 寒武记的结束 大概也就是这些难以归类的 骨节之动物的终结了吧 也许还没有 1994年 一块奇特的化石出土英国的 赫里夫德生物群 这个生物群的年代 为4.3亿年前的 滞留剂纹洛克士 它长得很像环节动物 但位于其头部前端的肌部粗壮 末端延长成四大富之 奇特十四对的双肢型富之 以及类似头盔的头甲 很难不让人想起 先前被认为早已灭绝的林乔丽虫 这个物种在2013年 被命名为全裸海边虫 全裸是指它的身体 可所有富之似乎都是柔软的 全裸海边虫没有眼睛 它可能是学区的 生活在海底的沉积物中 作为一位是荒者的它 熬过了寒武纪 傲逃寂寞两次毁灭性的灾难 延续着大树之类 剩下的最后一点星火 在荒芜的海底 构成到了滞留纪 时间继续向前推进 到了40年前的早年彭纪 埃姆斯期 截至动物的王朝遥遥欲坠 一些鱼类先发之后 已经夺取了一些 近海生境的统治地位 在德国的红丝旅科夜言 最大的鸡鱼 两米长的红丝旅科 韧鸡鱼 是这里的主人 除了韧鸡鱼 还有很多脊皮动物 三叶虫和甲咒鱼 但这里特殊的黄铁矿化 也让一些稀罕的东西 保存下来 末代七虾 八世圣德汉丝虾 就在这里出土 不了解的小伙伴 可以看我这一期视频 圣德汉丝虾并不孤单 因为这有一位老乡陪着它 老七头 嗯 这不老林头吗 你好你好 巨大本登巴赫虫 和全楼海边虫 形态上十分相似 它们共同组成了海边虫科 这个科 如果真的是 林乔丽虫目的余火 那么 巨大本登巴赫虫 将是最厚 且最大的林乔丽虫 六个半体积的长度 就超过十厘米 如果它的身体 像海边虫一样细长 那么它的全长 将达到三十厘米以上 在大福之类时代的迷流之际 林乔丽虫 终于在体型上超过了老对手 孔虾 而这时 它们任何一方 都不再有能力 主导着崭新的海洋了 视频文案的笔者 泡泡散人 Dominic兰说 他在写完文案的时候 羊躺在床上 闭目遐想 这对老乡在寒武器后 经历了这将近 一亿年的岁月 所发生的一幕末 沧海巨变 他感叹地说 孔虾刚和大福之刚 这两个传奇家族 到底是经历了多少心酸啊 下一期 关于寒武器生命的视频 先不是关于 剩下的大福之类的 我将插播一些 2021年 关于孔虾刚部分类群 研究的最新成果 学术研究的进展速度太快 有些有趣的成果 可能直接会颠覆 我去年视频中 提到的一些观点 让我们敬请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